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叙联军迟迟迟没有发起这最后的决战 前段时间美土两国因为种种矛盾而彻底翻脸 美国不顾往日情分 对土耳其痛下杀手 失去美国币户的土耳其不得不向俄方阵营靠拢 还与俄罗斯在伊德利部问题上达成一致 对俄叙联军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表示默许 日前 在俄罗斯空天部队的配合下 叙利亚政府军正式对伊德利部发起了全面攻势 但是没想到土耳其却在这时突然翻脸了 据媒体报道 土耳其坦克部队突然在叙土两国边境集结 要求俄叙联军立刻停止在伊德利部地区的军事行动 还摆出了一副随时要攻入叙利亚境内的架势来 几乎在同一时间 土耳其又宣布将会与助续美军一起在叙利亚的骂笔记等地区进行巡逻 有媒体指出 前段时间卡塔尔为土耳其送来了150亿美元的救命钱 作为交换 土耳其必须对伊德利部境内一支卡系自由军的提供庇护 这是导致土耳其变脸的主要原因 对于土耳其的出尔反尔 俄罗斯表示非常不满 但是却并未就此停止在伊德利部地区的军事行动 据悉 日前俄罗斯空篇部队出动数十架战机 对伊德利部境内的叛军据点展开了地毯式的轰炸 显然没有将土耳其的威胁放在眼中 对伊德利部境内的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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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